终于如愿以偿 出宫了 但是出宫以后 皇上给我的任务还要继续下去 让我煮汤圆 但是我的爸妈不知道 我已经出来了 怎么才能让他们知道呢 怎么办 我挂一个牌子 就写着我的名字 元宵 他们肯定能认识我 对 我太同名了 元宵 元宵 我元宵 我元宵 孩子他爹 这咱们闺女元宵进宫小些年了 元宵 都多少岁了 我的 大小啊 十多岁就被人家抢到宫里去了 你看他妹妹都这么大了 我都想姐姐了 现在呀这孩子呀 也不知道怎么样 咱们呀今年京城听说 郑瑞师我有花灯 咱们进京城瞧瞧 万一咱看见咱闺女了呢 看着别家的孩子呀 我的心都堵得慌 谁说不是呢 走吧 咱们逛逛吧 元宵 元宵 来呀 元宵 元宵啊 元宵 哪有元宵 元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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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我什么事了 这就是元宵啊 这怎么像咱闺女做了汤圆啊 我 大姐咱们别闹 大姐 妈你不认识我了 别闹 我姑娘是十七八的大闺女 大哥你看错了吗 哎呀 我姐 哎呀 爹我都进宫多少岁你忘了 这闺女一点都不随我呀 真是女大师妈越变越难看 哎呀 你真是元宵啊 再难看也是你们的闺女 真是你呀 闺女 真是我呀 这汤圆是你做的 可不不 我怕你们怕那头发都散了 闺女 你妈还真老呢 这就是我亲手做的 皇上放我出宫了 闺女 这就放你出宫了 放我出来了 那快跟家人回去 咱回家吧 咱回家吃汤圆 回家 团团圆圆 别叫汤圆 那叫什么呀 就叫元宵 我的名字 没有你的名字 咱还找不着你呢 太好了 就这么叫了 就叫元宵 那咱回家 咱回家 回家喽 通过一种食品 我们看出来了 这是元宵一家人团聚了 虽然说这一家四口 看着谁也不像谁吧 但是终归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非常的好 元宵现在是经常能吃到的了 不过在去传说 元世凯当皇上那会儿 不让叫元宵 和这个饭字 对 跟他一个字 不好听 元宵不行 这叫汤圆 眼前这些小